你也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欢迎收听人生第一次 我是Tako 我是魏文 哇 魏文今天开场 我要先剧透一下 我们今天到两位非常年轻的来宾 应该是我们这么多集以来最年轻的 现在年轻人他们有一个说法啦 叫做裸词 哦 我听说过裸词啦 但什么是裸词 今天请来的这两位呢 就是要和我们一起聊聊 关于他们对裸词的看法 和他们裸词后 有没有后悔过 那我们讲的这样多 我们还没有欢迎我们两位的主角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你们 OK 我叫Hokin 我今年24岁 所以我是一个content creator啦 主要是拍摄剪辑拍摄剪辑 做自媒体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斯恩 然后我是做video production的 我也是有做拍摄拍video拍照 然后也是有在做音乐啦 就是有写歌发歌这样子 然后去表演 哇 是才女 那 before 我们进入content之前 我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过得好吗 还活着哦 还OK啦 我觉得我现在是想着下一步要怎么走 然后处于一种在交叉点 就是不知道要走哪个方向 这样子吧 那为什么我们会请这两位年轻的朋友 上来我们的节目呢 是因为这样Hokin的话呢 它其实是裸辞了 四年 三年三年 哇 就是 after 上一份工作 然后就一直做这自媒体的行的耶 嗯 我是 before 丢性前 已经是开始有做着一些自媒体 有开始拍内容呢 做自己的那个content这样子的 丢性的那个裸辞的那个原因呢 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的时间 focus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事业上面 嗯 了解 那斯恩的部分呢 它是属于准备要裸辞 嗯 其实我是刚刚教了自制性 上个星期五 嗯 可是我是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就辞职 嗯 然后是两个月的notice period 所以我现在还在那边做 我就是等着 下一步要怎么做这样子 嗯 明白明白 其实听到这边 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们 呃 对裸辞是一知半解的 那我们就 我们请Tako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就是科普一下什么是裸辞吧 嗯 嗯 像斯恩刚才说的 我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就先把辞职性交上去了 对 这个是一个呃 蛮普遍的状况了 对于现在来讲 嗯 因为有一期我们那一个就是呃 HIGHERLY的 Jocelyn还有分享到她有一个同事 嗯 就是工作了六年嘛 然后她就裸辞 可是她说那一个是一个很有品质的裸辞 因为她有计划好她的bucket list 她要去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它 所以可能呃 比较老一辈的觉得裸辞 干嘛裸辞 为什么不好上班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赋予裸辞不一样的价值跟看法 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可以走到去哪里啊 其实我觉得对于老一辈或者是在年长一辈的人来讲 他们追求的是稳定性 所以裸辞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种 就是把你吃饭的工具就是丢掉这样子 然后你没有去想后果 但是年轻人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更注重于工作 带给他的价值感是怎样的 比如说我在这边开不开心啊 我学不学到东西啊 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反而是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现在会选择去裸辞那样子 嗯 那我们回到来 刚刚就是有讲到他们 Hockey是三年前就是提了辞职性 然后私人是上个星期五嘛 那我们来八卦一下 就是你们当初裸辞的原因是什么 OK我的话呢 是因为我发现到我并不喜欢那一份工作 加上我自认啦 我不是那一方面的人才 刚好我想追求自己的这个小小的梦想啦 就是想做自媒体这样子的 嗯 嗯 那回到来私人这边呢 嗯 我先讲我辞职的原因吧 嗯嗯 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嗯 这是我毕业后做的第一份工作 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边已经做了差不多两年 然后是时候走了去Explore一下其他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们是做Production嘛 做Production长期来讲 我觉得不适合我啦 因为嗯 如果你是常常去参与拍摄Production 尤其是大的Production啊 拍广告那种是很累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会 可能他们讲Rap Time是九点晚上 可是他们其实是拍到五点凌晨这样子 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啦 然后我觉得长期对静行来讲是不是很适合啦 然后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状态不是很好啦 就是没有Sales进来 然后不是很稳定 我就觉得留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的我的job position是content producer嘛 所以我需要一直做proposer啊 然后去pitch给client啊 一直见client啊 然后我觉得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做一样的东西 然后没有一个client要我们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很浪费我的时间 我是觉得我是真的受不了啦 就是我每一天我在那边 马云我觉得很不开心 嗯 然后因为我本身得空的时间 我是做音乐嘛 嗯 我其实也是想要focus在那一方面多一点 嗯 所以我就选择先暂时辞职 然后就看怎么样走这样子 嗯 我其实也还不知道我会不会想要休息一段时间 就是我有几个想法啦 有其中一个是我想要去New Zealand那一边 去working holiday 就去一年这样子 哦 然后还有其他的想法就是 可能就做freelance吧 有点像hockey 啊这样子 可能就回去交情啊 或者是继续写歌啊 继续做拍摄这样子 可是就不是为一个公司做那种大的production 就是小的production这样子咯嗯 然后也有想着可能可以去corporate做就是可能比较高比较稳定的收入 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去New Zealand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不管是hockey还是食恩来讲 他们辞职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有想要做的事情 就他们不只是讲说 哦 我现在工作不开心 我就辞职 他们其实是有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 所以他们才决定就是辞职 那这一题就是想要问一下hockey的 就是你想象中裸辞的生活跟你现在的生活来比的话有差别吗 哇差别很多哦 哦 差别很多 听听听 因为以前上班是属于那种朝九晚五嘛 然后现在的话呢会比较说自由 我可以自主的选择我的工作时间 想象中是这样子美好了 但是裸辞过后我反而觉得我工作时间反而更惨 嗯 然后就没有所谓的假期 哦 好像我们今天录制的当下 其实是公共假期来的 对 就好像他们holiday他们去玩啊 然后我还要在家去剪片 下content 拍摄这样子的 嗯 这样hockey你有后悔吗 哎 我是蛮喜欢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状态啦 嗯 就你会觉得累吗 不会哦 我反而是觉得我很喜欢 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自由的生活啦 就是你可以自由调配你什么时候 自由调配我的工作时间跟我的休息时间这样 哦 所以你还是有休息时间你不会让你的工作填满你的生活 嗯可以这么说 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因为这样子听起来还是蛮自律的就是他可以plan好他自己的就是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休息时间这样子 对啊而且他是很有目标的一个人因为我不是现在才认识他我是从他做自媒体之前我也就已经认识他觉得哇他的转变好大他之前不是长这个样子的我现在长得才好看啦 哈哈哈我是说很帅啦哇谢谢谢谢真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呃我反而裸持是帮助他成长耶 其实对于裸持的看法大家都是正反两面都持平的 嗯就是有些人他们裸持过后生活的很好 有些人裸持过后反而就是焦虑也有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两位朋友来讲就是Hockey跟私人来讲目前看起来还算是蛮开心的啦 哈哈哈 所以就还没有走到就是哭啊焦虑啊抑郁的那一个部分 可能他们有哭过我们没有看到咧 有没有啊哈哈哈 我还不知道我还在做过 我的话呃呃刚开始起步的那个阶段是蛮焦虑的 并不是现在这样子的一帆风顺啊现在也没有多一帆风顺啊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也没有多少的粉丝 然后也不懂得去掌握所谓的流量密码 刚开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income进来啦 就吃老本咯吃老本咯 然后就不断的去学习来争执自己 让自己可以survive下去啦 嗯所以Hockey他其实是一个蛮正面的人吧 对 因为他在就是有压力去焦虑的时候他选择去争执自己 然后去想办法突破自己 其实这是一个蛮正面的想法啦 所以那斯恩罗茨过后有跟佳人谈啊 我其实我的佳人完全不知道 Oh my god 节目会出节耶 可是我在想 你没有想要跟家人谈成 是不是其实你已经有预设你家人的反应 其实他们大概知道我有想要辞职这个想法 也不是我自己讲的 是我姐姐那边多口这样子讲 然后他们也是觉得我应该辞职啦 因为他们也是觉得两年了是时候要换工 可是他们不知道我是罗茨 他们也不知道我已经交了辞职信 我其实我的想法是 我打算有了一个确定的后路过后 我才来告诉他们 不然他们会从早到晚一是阿嬷 所以年轻人最讨厌这个 Hockey呢 Hockey之前就是罗茨的时候有告诉家人吗 我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们 我是罗茨了过后才跟他们说的 他们的反应呢 就正常父母的反应咯 明白 反对明白 就问阿姨有没有找下一份工啊 没有 好勇敢咯 就是我跟他们说我心中的目标 我心中的一个想法 如何让自己survive下去的那个proposal proposal给他们过后 as a父母他们肯定是担心咯 担心我是不是能够活的下去在KL这个地方 but ok啦 but at the end还算是只是你 对啊 父母还可以做什么 其实父母做不到什么了 因为你已经裸茨了好吗 你能拿我怎样 好叛逆哦 可是这是事实 本身已经经历过裸茨这个过程了 这样你们现在看回来 你们对于裸茨的看法是什么 我是觉得啦 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加上你自身的情况 你可能有一个让自己能够生存 六个月没有income的一个存款 或者是一个变现的方式 是可以选择裸茨的啦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想法 但是我回想我当初裸茨的那个决定 是非常的大胆的哦 我的back account里面没有超过3000块 是连下一顿饭都不懂要去哪里找的情况下 我敢敢的裸茨 现在想回来真的是非常的大胆 很佩服年轻时候自己的勇气 可是你给正在听的听众的忠告是 你要先确定你有三到六个月的存款 对对对对 我最穷的时候啊 我那时候的存款不超过500令吉在我的银行户口里面 你是说你裸茨过后的生活吗 因为我mco过后是直接lockdown 那时候是连拍摄都不能够出去拍的情况下 然后就没办法真的吃老本哦 想办法有什么可以online做的东西啊 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电商平台 我记得我记得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你现在虽然是刚刚经历这个裸茨的部分 我看到你眼中充满了彷徨与无助 不过你还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对裸茨这个看法 嗯其实我赞同他讲的东西啦 就是最好是要有六个月的存款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时代跟以前时代不一样啦 要找一份工作我觉得是蛮荣誉的啦 就机会很多 就连你直播睡觉也有人看给钱这样子 哇有道理 就算你好像如果你裸茨了 然后你真的是六个月没有事情做 然后你想不到要做什么 然后你没有钱了 我觉得你也可以随便找个餐厅做个西湾的也是有钱啊 就是我觉得是死不了啦 是肯定有工作去做啦 只是看你怎么样去规划你自己的生活啊 用多少时间去想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听完诗人这一段话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觉得裸茨他其实有分两种 虽然都是说他还没有找好下一家 但是有一种是我是有目标的 我是有打算要去做什么东西的 但是有一种就是他没有考虑后路的 就是什么准备都没有 然后就是吃完今天的饭 然后明天就饿的那种就是吃老本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人会看到在网络上啦 关于裸茨很多就是我裸茨过后我生活的很好 就是我创业啊然后或者是我有收入过万啊等等之类的 就是很潇洒很快乐很轻松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人会看到这样子 就是一时冲动可能去裸茨 但是其实大家看不了的是他们可能 可能家里有钱 家底比较厚 或者是他们手上有一些存款 可以保证他们后面的生活 所以他们现在才会呈现出给大家看的是 他们一种很潇洒很轻松很快乐的 裸茨后的生活方式 但是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好 提到这一个 因为大家在自媒体上总是想要呈现自己好的那一面 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对对对 可是不要忘记 我们有这个叫幸存者偏差的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只看到成功的那一群人 那我们就以为 啊我跟着做这件事情 我铁定会成功 可是事实上 其实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是 那些裸茨失败后的人 他们很可能有焦虑啊 忧郁啊 一大堆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一句 你裸茨钱呢 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比较好 对就是如果但凡你没有很多钱 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没有钱在银行户头 就我就觉得你就不应该去裸茨了 至少你要有一点钱吧 就是你不能完全就是什么存款都没有 你就决定去裸茨 因为思恩有讲到一个点 就是如果我到后面 我还找不到我想要的工作什么的 我可以随便找一份工作打工 就是不管怎样都饿不死你 但是有一些人他做不到这一步 就是还像我们比如说 现在的我住在Apartment OK 但是我住在桥栋 我住在McDonald 也是一种住法 我现在吃每一餐可能20块钱 跟我每一餐5块钱 那也是一种活法 就是不管怎样都能生存 但是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就真的不要去考虑裸茨这个东西 因为你没有想过后果 你就选择裸茨 其实影响的不只是你当下的生活 还有你后面的生活 一旦辞职啊 他们现在的稳定的工作之后 然后他们又没有plan他们后面 打算要就是找什么工作 他们就待在家里 虽然他们有存款 但是在家6个月 那个老本全部吃完了 像我刚才讲的嘛 就是如果你不能接受你 就是省出来的生活的话 你的人就会失去了 耐心也好 或者是你开始焦虑了 你开始抑郁了 因为你的生活越过越差 到后面你就是病急乱投医 就是我去随便找一份工作 但是找了工作 当时候的那个情况就是 我快要没有钱了 我必须快快找一份工作 所以随便找一份工作就去做了 但是你在随便找一份工作的时候 它一定不会是你喜欢的工作的 但是他同时他就接受不了 省下来的生活 所以他找到那份工作 其实不会是他最想要的生活 他只会越来越糟糕 所以到最后就会陷入了 就是我在讲究的做这份工作 我不开心 我在辞职 然后我在讲究这种恶性循环 所以每一个想辞职的人 不管你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都好 就是不快乐 没有成长 空间 身体吃不消等等 就本质上来讲 其实只是为了解决问题 如果你能从这个困境里面解救自己的话 当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你解救不了你自己 你反而把自己推向一个更惨的一个状况的话 就不要觉得就闯到桥头就自然会值的这种 所以这是想要给如果可能你在听 然后你准备裸池的朋友们 还是要想一下裸池过后的路要怎样走 你还是要稍微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好我们知道一个是因为他讲他自己不是那间公司的人才 所以他要离开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已经到顶了顶不顺了 这样我想问看你们 你们觉得什么人应该裸池 可以给一个范围吧 还有没有别的就是可能你觉得这类的人应该裸池 就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你可以裸池看看哦 我还是回到那个要看自己自身的条件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所谓裸池的资本 因为好像如果我今天我的房贷每个月要供一个三五千块 然后我的车要供一个两三千块 如果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差不多一个五六千块 这样子哦我辞职了下一个月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家人要吃什么 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不建议裸池啦 那如果你在一个那个青春年华大好的一个年纪 你没有所谓的后顾之忧 然后你加上你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生活 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工作模式 加上你考虑最坏的结果过后你可以接受得到 你刚刚裸池吧 来啊来啊欺负老人家了 来来来来 可是他有讲那个重点 我觉得那个资本其实就是他们的青春年华 好来我们来请个下一个青春年华的诗恩讲一下 嗯对啊我觉得裸池是一个privilege啦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事情 然后对年轻人来讲要裸池其实是 比较是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你年轻可能你刚毕业 你还有父母的支持 然后你可以住在家里躺在沙发 然后吃他们的东西 然后他们可能按你一下 可是如果你很40岁了 然后你要裸池 你就要真的是确保 你有那个成本可以去裸池 嗯 然后我觉得要裸池的一个limit啦 那个trigger的点 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对你心理 或者是生理上的伤害是很大 大到你受不了那种 就真的是应该要裸池啦 嗯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给自己一个就是time limit嘛 就是这样裸池了多长时间 我就要就是如果我还没有做起来 我想要做的东西 或者是还没有就找到我的方向 我就要立刻先去找一份工作 嗯 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NZ他们报名的intake是1月 嗯 所以我打算是在1月去报名 然后看他们会不会收获啦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月在我公司是9月嘛 然后我可能想着9月到1月 可以找可能一个contract的那一种job啦 就不是那种full time的 嗯 然后顺其自然 就看就看怎么样走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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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到时候找到的job是很好的job 那可能我就不去NZ了 我就留在这边 啊 明白 那Hockey当时呢 你有给自己一个time limit吗 啊 我是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啦 哦 因为我的mindset是 只要我等目前的这个自媒体 还能够让我生存下去 然后我是暂时不会去找一份工作啦 因为工作的话是为老板打工 自媒体的话是为自己打工 因为他就是那种不成功变成人的那个精神 你看他很有压力的时候 他跑去振职自己去学习 就代表说 他这个人其实没有说有第二条路 我就是要走完 走那条路 嗯 我的 pattern就是属于那种 我决定了一件事啊 我的目标在前面很明确了的 我是不会许许变变改变我的方向 嗯 就是不管怎样啊 我就是要做到我的那种那种想法 嗯明白明白 这样子 最后 有没有一些就是忠告或者是总结 可以就是给我们再听的听众们 哈哈哈哈 如果他们在考虑 哎我事实要裸辞耶 我现在做的很不开心 可是又好像 没有到就是要辞职这样子 嗯 可是我就每天在想着辞职 对 这是个好问题 哈哈哈哈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 每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负责任 不管你是选择继续在这份工作 继续做下去 还是你要选择裸辞 你都要考虑到你会面对到的事情 和所谓的压力 你是否能够承担得起 然后还有我 就是有几个你东西在你裸辞前要需要考量咯 你是比较偏向属于要实现自我的价值 还是你不要追求一个稳定的收入 我觉得Hockey讲的有道理 因为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我想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的话 那就真的不推荐你去做裸辞这个动作 即便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你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非常非常的就是难受 你就是找到下一份工作后你再辞职 因为你的目标是你想要一个稳定的收入 所以如果是选择裸辞的话 你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的话 你又想要稳定的金钱来源的话 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想补充的是 实现自我价值跟拿到稳定的金钱来源 其实不冲突 当然也是有这种很完美的工作 我做这份稳定的工作 我又可以在里面成长 可是就是没有 我觉得整个我们整个了下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你要非常了解自己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可以先问自己 如果我现在就没有这份工作我可以怎样 其实包括就算现在你还在打工稳稳拿薪资的人 有一天你的公司也会突然倒闭的 那你跟裸辞没有什么分别 其实那时候 所以无论是不是在打工 你的那个心态了解自己 这点我还是觉得要多多去探索一下 那今天我们的裸辞部分只是一小部分 我只能说因为是depend on我们两个朋友的就是经验 经验 小小的看法 对小小的看法 大部分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就是当时的状态 状况 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 所以今天这一集只是给大家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思路这样子吧 对如果大家对于这期有什么评论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所说的media里面就是写下评论 或者是dm我们也可以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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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